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来到另一个地方 叫旋越 旋越这个地方是近海边 海边出产当然有新鲜的鱼铲 这里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這個十一月的時間最出名的就是吃蠔 所以現在看到後面是極多人的 那些人在做什麼呢? 那些人排隊進去吃蠔蠔 這裡有幾間的 幾間都是吃蠔蠔的 這裡是有很多泊車位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自駕遊的話 不妨就像我們一樣在後面 這裡找個位置泊車 你看到後面整片都是停車場 電單車友都一起來這裡吃 Mustang也要來這裡吃 說回我們由博多開車到斷粤魚港 大概45分鐘車程 今天天氣很好 每個人都出來了 這裡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便宜 我們可以隨便去其中一間看看 因為現在我覺得這間差不多 而且價錢上都應該沒什麼分別 這個大叔是不是老闆? 好像很有名 他有增量的炒飯 和大家學一個來吃蠔一定要懂的日文 就是這個 Kaki Kaki就是蠔 800日圓就有炒飯 800日圓是多少錢? 即是40多元 但是蠔是新鮮的 這間是我們正在排的 這間叫正名 你會見到我這間是吃一份 1,100日圓 其實這間一份大概是1kg 應該有十幾隻的 起碼都 不吃蠔的朋友 還有很多不同的海鮮 我想也不需要擔心不認識那些日文士 因為現在你有那些 什麼GOOL Translate 其實按按鈕就可以了 你看到他就是罵這些生蠔 剛才我們開車的時候 其實經過很大袋 他也有很多不同的煮法 看起來也很吸引 現在是有這麼多人在這裡排隊 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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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排多久才到呢 我們差不多排在很後 這裡有另一間 這間就有個招財貓 就是一隻蠔 杏羊丸 從真要什麼丸呢 就是那隻船的名字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海鮮 前面這個位置就是海 這個位置就有很多船出去掘蠔 在這裡隨便都會看到一些蠔殼 你看看多少蠔殼 這些全部都是蠔殼 那麼多現在吃完了 扔回去的蠔殼 所以水呢 極多礦物質 好 跟大家直擊一下 這裡的魚鑊是怎樣 這裡後面 全部都是魚蒜 都是撈蠔的船 其實基本上 這裡都有一袋蠔了 上面的就是蠔 哇 很多蠔啊 正啊 這些就是蠔 很快的 對 正啊 先拍一張照 吃蠔吃到這麼RAW 這件事真的是第一次 這裡全部都是蠔 如果我可以現在立刻 拿一把小刀割開 立刻扔一隻就正啊 哇 又是蠔啊 這些全部都是蠔 好像沒有網管一樣的 沒有人理會的 現在已經來到門口了 然後進去呢 就是拿衣服 準備換件 好像制服那樣的東西 保護著自己的衣服 沒有那麼大疹 但是我想說呢 其實我們這個位置 已經在 即是在這個門口的牌 這個位置 已經很大味了 我想我一會兒 吃完應該都成了一陣 蠔的味道了 哇 一進來門口已經看到一些蠔了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 裡面 這裡呢 就是這個小屋了 哇 超多 不同的座位 一開波街 先做一塊蠔 哇 多棒 還有這些超大隻的帶子 哇 放上爐 立刻燒來吃夠鮮味啦 看著它打開 哇 立刻放進口 超多汁啊 雖然我不吃蝦 但是蝦呢 這樣燒一定是超新鮮 還有一些螺子 還有一些貝淚 哇 很多汁 很汁的 還有這個鮮鮑魚 哇 這個很棒 又鮮甜又汁 咬下去又非常之軟 很棒 哇 現在吃完後面排隊 比之前更加瘋癲 跳龍場都不得了 剛剛差不多吃了兩個蔥頭 極多蠔 吃了極多帶子 鮑魚 蜆 新鮮到一個點 我想在香港就算你花多少錢 都很難吃到這個質素衣 我們四個人吃 最後都是花了大概1300元內的港幣 是真的物有所值 所以大家 好像我們這樣 試駕油 記得了 一定要試試 來這個 旋月如港 不過留意 11月至3月才可以吃 而且這麼熱 你一定不會進去吃 因為熱得很熱 我們從旋月如港駕駛了兩個半小時車 來到黑村溫泉的這間Airbnb 你會看到這間屋是被紅葉包圍住 門口也可以拍到車 這間屋是有兩層樓 地下一個很大的客廳 也有一個很大的廚房 而樓上和樓下都各自有一間房間是睡眠的 最棒的廁所是有一個獨立的溫泉 你就不需要走出去外面跟別人逼 你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房間浸溫泉 我們今晚在黑村溫泉的餐廳就是這家Eloia 其實我們去找食的時候已經很晚 不過幸好這間餐廳開得很晚 畢竟這裡都是旅遊區 所以餐廳很多也有中文字 不用怕不懂入文字就不知怎樣點了 我們點了一份馬肉刺身 馬肉我之前在紅本吃過 但刺身真的是第一次吃 不腥之餘還有點咒口挺好吃 然後這個就是雞翼餃子 雞翼裡面釀的菜 很香很好吃 我們還叫了豚肉餃子 燒魚 柚椒胡椒炒豬腩肉 炒烏冬 肥厚牛扒 梅子茶炮飯 我們點到整桌都是 賣單都是四百多元港幣 來到黑村溫泉真的要嘗嘗這間居酒屋 我們昨晚吃了一餐 很過分地便宜 但又很值得一餐之後 我們終於看到陽光 看到白天 就看得到這個原本黑漆漆 這造筆的景色是這麼美的 讓大家看看 前面這裏有很多溫泉酒店 那些什麼蜜湯蜜湯那些 其實這個位置下面 有一條好像河流那樣的東西 看得到 嘩 多漂亮 感覺好像宮崎進 吞海城那些片 裡面的場景 而另外這邊 也有很多 快要紅 但還未紅一塊的工業 這裏很特別 你看到這裏有部車 其實這裏的車 是超級吃力的 所以這裏很窄 所以駕駛的時候要極度小心 那你這裏這麼小的車就沒問題 但如果 我們有時租的那裏 那裏這麼大價 就會很辛苦 那現在我們準備 就想去這間吃午餐 看看剛剛我們口味 我們這次吃的這間叫做 Azitokoronaka 這間餐廳的裝修 都是很傳統的和式風格 連紅本紅都說很棒 吃的東西主要都是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這個菜單也是有中英文 連韓文、泰文都有 這次也點了馬肉刺身 這間馬肉刺身 看上去好像更加漂亮 我就點了一個Katsudon 即是滑蛋豬扒飯 哇! 這塊豬扒 很汁 吃下去也非常棒 另外我們還點了燒魚 所以非常之飽 你說這間餐廳 好像昨晚也差不多 我覺得都很相約 所以其實在這裏消費 是真的值得的 而且東西都我覺得挺高質的 如果大家來到黑村溫泉 最好早點來 可以早點在這裏先走 然後晚上就回到自己的民宿 或者酒店那裏浸溫泉 那就最棒了 現在我們就來到 九重夢大雕橋 我們現在馬上進去課金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如果是大人就500日圓 小朋友200日圓 OK啦 超級便宜 我們買了四張票 它就有一年四季 這條橋的風景照片給我們看 如果再冷點來 下雪這樣也挺漂亮的 我們現在準備進入這條大雕橋 這條橋是這樣的 我們就可以在這裏走過去對面 走過去看看 檢查一下自己有沒有畏高 咦 給我相像中 不是很搖 這裏看出來其實有什麼看的呢 就是看這些 看到有個挺漂亮的瀑布 是不錯的 這邊是看過谷 也有一些少量紅葉 如果再遲些冷點 就應該多些紅葉 哇 這個天真是不錯 現在馬上打卡 先看看 我這條路走 你從鏡頭這樣看過來 我這邊是很不錯的 正光 再加上後面的紅葉也挺漂亮 所以你在這裏 就這樣拍也很漂亮的 至於怕不怕呢 其實比我相像中沒有那麼震 真的挺定的 我們看看地下 是通洞的 看到嗎 腳底下面那些樹 其實是通洞的 偏高那些可能也會有一點點害怕 不過你不要看腳底就可以了 看看前面 看看後面 看看這個景 是不錯的 在一條吊橋上看到兩個瀑布 叫做Shindong no Dagi 第一個瀑布 就是現在我們剛才面前看到 左邊那邊有一個瀑布 這一個是叫做女瀑布 即是分為男女 還有一個藍瀑布 叫做遠處 那邊有一個 那個就是藍瀑布 開一條吊橋上看到兩個瀑布 是不是很震動 所以這條瀑布就叫做震動之瀑 500日圓過來走一圈 我覺得都值得 尤其是天氣好 是多值得來 今天是很好 難得我去旅行 竟然天氣這麼好 天氣都對我不錯 今集的北九州之旅 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集會開箱超大間的 游步軟Airbnb 還要是有溫泉 跟大家遊走一下金輪湖 拍馬超kawaii的貓頭鷹 還剷上阿蘇火山 千萬不要錯過下一集 喜歡我這條片 記得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就這樣 拜拜